安全是一家人的事 家里有女士要坐车 也有可能是女士 也有可能是小女孩 或者是家里的长辈 女生往往是弱势一点 那坐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条 不乘坐黑低 司机到底有没有家照 你都不知道 那你敢坐吗 万一出了交通事故 索赔或者纠纷处理 这都会非常麻烦 而且黑低的司机身份也比较复杂 素质参差不起 有的黑低 他聚集的地方 甚至有拉帮结派 这种情况都有 第二就是寄清出租车的信息 上车前你记住车辆的号牌 大部分城市出租车在副驾驶前面 都有驾驶员的信息 有驾驶员信息的牌 你注意核对一下 夜晚搭车的时候 把车牌啊 车外观啊 出租公司 等等这些信息告诉家人 比如说你可以 你发微信 或者他发给你朋友 或者是打电话 或者你拍像带有出租车号牌 司机名字的卡片 发给亲戚朋友 分享实时位置 如果这个司机起换心的话 你可以说我已经把车牌车的外观告诉家里人了 第三个就是尽量不要拼车 尤其不要和陌生人拼车 这个当然咱们说的是比较 夜晚或者说走路比较长一点陌生的路 尽量不要拼车 一般市区里来说的话还相对安全一些 但是市区里如果是深夜的话 也尽量避免拼车 拼车的话不仅意味着浪费时间 而且车子停开门也是容易发生危险的 尽量不要做副驾驶 因为副驾驶只有一侧可以下车 就是在驾驶员这一侧你是下不了车的 如果说司机人有问题 那可能只能算不到一半地方下车 对不对 而坐在后排 你只要锁好两边的车门 防止停车的时候 车外的人或者说司机对你不利 两侧开车门 即使司机有什么担心的话 他要转头也不是太方便 在等红灯的时候要小心 外面的人开门抢夺财物 这种情况可能会有 司机说车子抛锚了下车检查 一定也要注意一下 不要透露个人信息 轻易透露个人信息 可能会对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危险 比方说上车就说 哎呀我今天我去取钱了 我今天带了什么东西啊 那么这样不要有 不要说一上车就打电话 或者和出租车司机聊天 因为可能在无意间透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 有可能你打电话的时候说 啊我到那地方也没有人接 说自己一个人 另外就是咱们出门不露财 如果发现行驶方向不对的时候怎么办呢 先不要着急 也许司机只是说没有听清楚你说的话 你可以提醒他走正确的路 如果说司机还是朝着这种错误的方向走 那就要想尽一切办法上的靠别停车 干一下车 如果司机这时候还不理会 就可以悄悄的方向车窗 在等红灯停车的时候 迅速向车外的行人和车辆呼救 如果司机起了歹念 怎么办呢 如果这坏人已经把车开到了人烟稀少的道路 或者是乡村 这时候也不要惊慌 不要盲目的说方向窗户呼救 因为你得确定啊 你呼救好不好使啊 不好使 反而会激起坏人的紧张情绪对你下毒手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大人喊 说比如说大哥你走错了 或者是怎么样 大声大声也说 或者主动和他聊家常 比如说聊孩子父母啊 最好能说一些打动对方的话 这样有可能会引起歹徒的同情 停止继续犯罪的念头 这时候呢再想办法求救 利用身边的物品防身 身边有什么物品呢 比如说消尖的铅笔 圆珠笔 雨伞 尖的 怎么都比你吃手空圈强 甚至说钥匙 把钥匙夹在手指缝之间 也是很好的一种防身武器 都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保护自己 坏人永远是心虚的 如果说冲突不可避免 一定要冷静 勇敢一点 你相信自己可以战胜一切 当然如果战胜不了 生命是最重要的 抵达了之后要做的是 下车地点呢 尽量选择离家近 并且光线好的地方 比如说24小时的便利店 水果店 明亮的夜间的饭摊 不管是没是不是有用 你记得索取出租车的罚票 万一有物品遗漏在出租车上 也方便找回 遗漏出租车上 东西遗漏出租车上 这种情况非常多 OK 希望大家都能出行平安 谢谢大家